美国贸易代表戴琪4号发表谈话宣布拜登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具体做法 要求中国对线中美贸易战首阶段协议内容 否则就会动用包含关税在内的手段维护美国利益 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双方自拜登政府上台后 外界就没有看到两国针对贸易议题进行高层级接触与对话 不过戴琪在昨天表示 他将主动地与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共副总理刘鹤通话 除了戴琪将与刘鹤接触之外 《联合早报》综合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也将在本周于瑞士 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这可被视作是中美双方试图重建沟通管道 落实两国领导人共事的一次会晤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说 杨洁篪将在周二从中国启程 他此行其中一个议程是探讨中美最高领导人举行峰会的可能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至今都还没有正式的直接会面 不过上个月时候 在时隔七个月后再次通话 为两国日语家具的博弈设下了护栏 美国白宫当时在文告中强调两国避免竞争转变冲突的责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呼吁 拜登要拿出战略胆势和政治魄力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新冠肺炎溯源问题在北京当局的阻挠之下 至今都没有新的专家团再赴当地调查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召集新的科学家团队 试图要重启陷入停滞的新冠肺炎疫情起源调查 报导指出世卫正在召集 由大约20名科学家所组成的新团队 将委任他们在中国及其他地方 寻找疫情起源的新证据 团队成员包括了实验室安全专家 生物安全专家和遗传专家 以及生肢病毒如何从自然界扩散开来的动物疾病专家 根据社卫官员的说法 这个新团队受命调查疫情起源的可能性 包括新冠肺炎病毒是否可能源自于实验室 这项假设尤其使得中国 感到愤怒 这个团队名为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将是常设委员会 会协助世卫调查未来爆发的疫情 以及确认造成新疾病出现风险增加的人类活动 该小组部分任务将是负责调查现今疫情起源 世卫官员表示将在本周结束前选出新的团队成员 不过官员也坦言只要与中国的僵局仍然存在 迄今尚不清楚是否能够派专家打击前往中国 或者在解决疫情起源辩论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 不过有一份最新的报告在禁止出炉显示 中国在通报新冠肺炎几个月之前 湖北PCR购买数量急增 疑似早就出现了机体发病状况 联合早报综合彭博报导 专门从事数位与情报分析的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以此购买数据为基础 推断认为疫情发生的时间比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的时间要早得很多 呼吁进一步调查 不过报道也引述了一些医学专家表示 上述报告提供的资讯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中一名专家说 数十年来广泛使用的PCR检测 已经成为了病原体检测的标准方法 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 此外PCR设备在实验室中广泛的使用 除了冠病也用于检测许多其他的病原体 包括动物身上 在医院与实验室都很常见 中国因为煤炭供应短缺 国家寄出了难耗双控政策 导致全国爆发限电危机 不少工厂遭到勒令停摆 再加上连日的暴雨 山西27座煤矿因此停产 给中国的能源危机增添了更多压力 最新消息显示 中国悄悄地松绑禁令 允许少量澳洲煤炭进口 此举凸显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电力紧缩十万火急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一家船舶经纪公司的分析师表示 一年前北京对澳洲煤炭下达禁令之后 就一直滞留在中国港外的述遭澳洲货船 9月终于靠港 根据观察 这些船舶的吃水深度都有改变 暗示着船上的煤炭已经卸货 估计大约有45万吨已经完成卸货 另外一间能源研究公司也说 上个月一共有5艘在港外等候的货船 已经卸下了38.3万吨的澳洲动力煤 至于卸下的煤炭是否已经转卖给其他国家 贸易商认为不太可能 情观 去年市场传出 北京当局要求国企及钢厂 立刻停止进口澳洲煤炭 借此来打击澳洲每年出口额多达 550亿澳元的煤炭业 2020年澳洲总计对中国出口了 3500万吨的燃料 而2020年11月过后 澳洲煤炭对中出口几乎降止零 但是 习近平推动减排等等的多重因素影响 中国主要发电厂的燃煤库存 在8月触及了10年新低 日前澳洲媒体SBS也指出 中国对澳洲的禁煤令 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缺电危机 还引述了彭博报道称 中国多个城市因为煤炭短缺 业界估计北京政府可能会被迫放弃对澳洲的禁煤令 以进口更多的煤炭 缓解国内煤炭价格的压力 瑞瑟亚洲及大洋洲财政部经济策略主管也认为 中国明显的需要尽可能获取更多煤炭 防止缺电导致第四季经济放缓 不过大中华电力即可再生能源研究主管表示 这可能是中方政策开始松绑的迹象 但整体方针不太可能会出现太大的转变 北京与澳洲的冰冷关系 可能会使得情况更加棘手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省份 山西省 因为近日连日暴雨 作为因应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4号 启动了省机防汛5级应急响应 其中山西有27座煤炭 因此而停产 预料此将会给困扰中国的能源危机 增添更多的压力 中国近期在周边海域动作频频 引发了各国的警戒 日本海上自卫队4号透露 2号和3号 日方与美国英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在冲神西南海域联合演训 荷兰 加拿大及新西兰也派船舰参加 外界分析 旨在于要牵制近期 在海洋范围扩大行动的中国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日本海上自卫队释出的照片显示 包括英、美、日、荷兰、加拿大、澳洲 一共有6国 超过17艘水面各式舰艇参与演习 照片最前方并列的是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和日本伊士号 在两舰略为外色 则是美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以及雷根号 而后方则是三艘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 护卫舰、补给舰 以及日本、澳洲、加拿大所加入的舰船 日本海上自卫队曝光的另外一张照片显示 航母舰载机从舰队的上方通过 编队飞行数量达到了12架 现舰三艘航母打击群 所拥有的争取空优能力相当强劲 目前除了伊士号尚未改装 和起降F35战机之外 其余三艘航母都已经多次的操演 证实具有跨平台操作能力 此外正常航母打击群众 都会纳边一到两艘的潜舰 在AUKUS刚刚形成之际 又在附近的敏感水域 水下到底有多少潜舰随行部署 恐怕更是解放军想要知道的答案 但目前看来 中国在水面空中具有一定的能力 但水下征搜的兵力较为缺乏 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 演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实现 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借演训加强合作 以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 横须赫基地 魏母港的美国动力航舰雷根号 为了支援派驻阿富汗美军 撤离前阵子在中东的活动 以美国西部顺地牙哥 为母港的卡尔文森号 8月停靠横须赫 填补了雷根号不暂时的孔缺 而英国以航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为主的航舰打击群 8月份以来 与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边进行演训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皇家海军新型巡逻舰艇 天马舰以及石沛舰 3号穿越了巴拿马运河 进入太平洋水域 将在印太区域常态部署至少5年 石沛舰通过官方推特宣布 两艘舰艇抵达了我们新的游乐场 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不久前落马 他被视作是中国的头号酷吏 落马消息传出之后 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 傅政华落马后 曾经备受打击的律师和媒体人 以及其治下的远警是同声欢呼 但是该案如同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警告 所以许多体制内的人士 恐怕会因此心存畏惧 传媒人洪涛指出 傅政华的下场 也许会让现在的刀把子们心生恐惧 但是并不会改变体制的这种绞弱基本质 甚至还会有人将傅政华落马 归咎于他对习近平不够忠诚 多位官员在事件后及时出面表中 傅政华落马之后 包括其曾经任局长多年的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连夜发出声明 表示坚决地与傅政华切割 肃清傅政华的流毒 同时被指示习近平 之将新军成员的新任司法部长唐一军 也连夜地召开司法部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中纪委对傅政华的审查决定 同时表态肃清傅的流毒 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三组组长 李伟也专门地盗会督政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十八大以来被劈倒的一大批老虎 例如周永康、徐才厚、一段东窗事发 相关系统的官员也都是迅速地发文表中 而本次打击傅政华的行动 被外界看弱是对政法系统的惊喜 但是有专家认为不止如此 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任教的 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表示 这不只是要维护中共的体制而已 其实傅政华就是被习近平和王岐山 用一段时间后踢出去的这么一个人 一方面是因为傅政华的品性很不得人心 但他落马的真正原因 是他利用安全、公安等等系统的一些国家利息 大量地搜集中共领导人的隐私和机密 然后利用这些资讯来满足私利 而这对很多的中共高官来说 都是非常危险的 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也觉得很胆寒 所以傅政华迟早会被清洗掉 至于傅政华落马是否与孙立军案件有关 高光俊认为没有关系 重点是习近平从来没有完全地 控制住政法系统这个刀把子 所以他一直在对其进行清洗 孙立军与傅政华不一样的地方是 傅政华相对的独立 坦率地说傅政华被清洗出去 对公安系统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 但孙立军的背景就不同了 现在看得到的当局对政法系统的清理 恐怕还只是个开始 真正的一条大鱼在后面 那就是梦见住 所以孙立军案背后显然是梦见住 而傅政华案的背后并没有什么人 但是这样的清洗无法从根本的改变环境 高光俊认为一个傅政华下去了 另外一个傅政华还会上来 只要共产党的体制不变 中国司法界人士不可能等得到司法独立与公正的那一天 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财务危机延收 各界高度关注恒大如果破产 是否会带来中国的雷曼时刻 但值得注意的不只有恒大单一企业 整个中国房地产界都面临严重冲击 多间龙头公司面临经营危机 例如花样年集团就欠款2.05亿美元 无力偿还 中央社报导 花样年控股集团称违约的原因是受到了疫情反复 行业政策及宏观经济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 花样年控股集团于4号宣布 1-4号到期的2.05亿美元债未能如期偿还 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将在此情况下 评估对集团财务状况及现金状况的可能影响 并且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财务顾问等等多方支持之下 成立了应急小组正在制定风险化解方案 以其尽快地化解阶段性的困境 根据澎湃新闻报导 在此之前 花样年集团已经收到了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及忠诚性国际下调评级的报告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房地产业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呢 BBC报导 梳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历史 不难发现这一场震荡与危机的背后 既是房企们长期高杠杆运行使然 也是中国政府严厉去杠杆政策使然 而就其原因 是中国正在试图避免一场更大的危机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助理教授杨阳表示 1998年 房改释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洪荒之力 创造了大规模城市化 经济高速增长 民生大幅改善的成就 所以房地产拉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也带来了四大危机 第一银行的贷款给了房地产 制造业科技业拿不到贷款 实体经济虚空 第二 一二线城市高房价 三四线城市高库存 第三 地方政府过去过度的依赖土地财政 需要转型 第四 保障住房 住房租任制度都还有待完善 而现在中国正在警方 房地产行业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 今年三月份 中国银保金会主席郭树清直言 上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130多次的金融危机中 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 目前 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 占银行业贷款的39% 还有大量的债券 股本 信托 等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而在当局去杠杆的过程之中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大时代正式宣告完结 未来房地产业还需要藉由转型 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